大家好 今天 Darkand Exchange Part 也就是Tinex 是 十大成交量股之一 也就是今天的 热门股 上涨了大概 是3点多巴仙 我们 就来分析一下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呢 呃 索肥之前的 就是这个 这个波段 由低一点上涨到 一个近期的一个新高 呃 所以很多人买入的 都是赚大钱的 这边都是赚大钱的 这边买入的人都是赚大钱的 然后呢 当他达到这个 顶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成交量吗 这个成交量 很多人 很多股友呢 看到股价大涨 就很多人通进去里面 啊 想要搭顺风车 我记得那时候 他好像有很多消息的啊 很多消息啊 所以很多朋友呢 听到消息之后 有很多利好消息 就通进去了 然后准备要搭顺风车 准备要有这个标股吧 啊 可惜呢 大孙大 冲进去之后呢 股价呢 就 一路往下跌 就做了一个 借盘俠 啊 就是去借盘的啊 啊 损失惨重啊 这个也就是给我们一个 Lesson Learn 就是说 家的要尽量小心 啊尽量小心 呃 庄家呢 如果有庄家的话 他是最喜欢出利好消息 等你们去借的时候 他就去把这些货丢给你们去买啊 就这个要小心点 这样当然如果你 对技术分析 或者是用那个筹码分布图 来分析的话 有很大机会呢 你就不会容易 不会这么容易的啊 乱乱的重进去的啊 重进去 而且你看这话 老师说啊 技术 技术数已经跟你讲了 这边其实已经是一种 见顶信号 见顶信号啊 就是不适合重进去的啊 ok 所以他抵上回来之后呢 他又往上又往下之类的东西嘛 呃 如果你看图形的话呢 你就发觉到 他其实是 第一 额头 一头 还有更 怎么讲 头头低 然后头头低 有这个头 比这个头低 啊 这个是一种 呃 下降 下降去 呃 趋势的一种 啊 然后这边呢 差不多是要一个 是不是一个 要叫做底部呢 差不多是一个呃 叫做 呃 平盘吧 平盘吧 啊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 是一个三角形啊 三角形 呃 今天呢 就涨3%吧 然后你看出来的话 我其实已经画的图 呀 他就其实呢 已经是 突破这个 筹码分布出的这个 POC 啊 是一种好的现象 就说呢 代表呢 这边呢 是有很多人去 啊 去买入 然后 把它突破的话 是一种 看涨的一种信号 呀 呃 这样 这样它的主力在那里呢 主力呢 其实就是 你看到我已经画出来了 0.82 0.82 为什么这个是主力呢 你如果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他在这个波段的时候 这条线 这条 这条红色线 是很多人在交易的 很多人在交易 这边也是很多人在交易 所以呢 所以呢 它就形成了这个 一个小的筹码风 呀 小的筹码风 就是说 0.82的人 买入的人 正在等着机会要解套 所以呢 肯定会有一些 啊 卖压 啊 然后你之前在0.7 7毛钱左右 买入的人 上到0.8 左右 哇 已经有10多20%的一个盈利 状态之下呢 也同样的 也是会 啊 有一种叫做 套利卖压 嗯 这些东西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呀 另外呢 你也是看一下很多人呢 其实很多人也是会看 也是会技术分析的啊 头头低嘛 头头低啊 是一种下降趋势 呃 看技术分析 满足的人也不会贪心的啊 他也不知道这个趋势 会延续到几时 他肯定也会呃 会称高 套利啊 呃 另外呢 再看一下这个 金线 MA20 已经要开始 flat了 准备要往上了 MA60呢 呃 才是在压住 但是呢 现在股价呢 现在股价啊 已经是突破 MA20跟MA60 虽然这两条线还是向下的 但是已经突破了 也算是点好事情 呃 重点是 我认为他应该才是位在这个0.82左右 呃 会被挡回来 要突破的话 有点难度 啊 啊 因为上面他真的是 你看一下上面 0.82之后 之后呢 他有很多这个是 0.9啊 一天一块钱的套牢盘 很多人正正在要等着解套 啊 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啊 这边的人 呃 也是要整 这边的人 也是要套利的啊 这些东西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而且你看下面啊 头码是没有的哈 就是说 呃 所以这边的头码 已经往上移去了 呀 下面的人 要卖的人已经卖完了 啊 所以这边的人都是 本钱是比较高的 下面已经是没有支撑的啊 呃 啊 OK 所以再总结一下 呃 0.82是一个很很一个很重大的主力区 它的趋势呢 是在下降着 又有主力区 又有套牢盘 呃 要突破这个主力价位0.82呢 是有点困难 啊 是有点困难的 啊 呃 所以我要给一些disclaimer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些 分析 啊 不作为一种任何的买卖建议 啊 所以买卖致富 嗯 如果你 如果你 要交易的话 必须要去找你的那个 license remiser 去其他的advice啊 啊 我不是给你 我不可以给你任何advice的 啊 我只是把这个诞成一种 啊 sharing 一种是education 教程啊 教学 嗯 如果你喜欢 我时常分析这种热门股啦 就是说在 啊 你也给我知道下 在下面留言 写下你的comment 给我知道下 你们到底是想我分析一些 什么股 不要每次我都是分 分的话我每次都是分析手套股啊 啊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 我是说我是分析银顶股 啊 应该也是很多人不喜欢吧 所以你给我知道下 你到底要我 你喜欢我分析些什么股 在下面留言下 给我知道下 呀 呃 另外呢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 请你like 或是帮忙帮忙我去分享出去 呃 我不必要那个sublish sublish plus 大概是1000个人 呀 so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